你真的别闹了 好啊 我求你了 我没跟你开玩笑 跟我走 你让开我 走 我求你了 欧阳 欧阳 你是全世界最好的老板 你能够摘动我吗 我刚才我却站着 你能够摘动吗 啊 我赶紧给我走一下 你抓不动吗 你听我吧 欧阳 你要齐零一 难道你就不想去看看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她连手机都不要了 我不想知道什么原因 没准还胡说女大款 我更不要胡说什么女大款 咱们 你能不能不要跟 思雨洋喝多酒瞎胡闹啊 我不管 走 我喝多酒瞎胡闹 你到现在都记得 你也不想记啊 明天租行着急吧 别让你知道吗 我养你了 我养 手机打了手 手机拿到了 手机拿到了 我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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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欧阳 你别闹了 你 你 你别闹了 你别闹了 我不是 你会变得 我 你俩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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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其实我一出门我就后悔了 你躲起来也是为了我好 刚才是我不对 两周年快乐 两周年快乐 你别的 走吧 马上 咱走吧 老天 我欧阳 我徐思雨 还有林美雅 陈哲 开门啊 陈哲 你赶紧我开门 走吧 你根本躲着 这屋里藏什么人啊你 欧阳 为什么 欧阳在外面呢 快 陈哲 就是因为欧阳在外面 我更要开门 就是因为欧阳在外面 就是欧阳在外面 开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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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更不能让他知道你在这儿啊 开门开门开门 那怎么办 快点开门 就这么一直关着门吗 开门陈哲 开门开门 开门 你回去一下你前途了 你让我多忙 你生日屋里藏着什么人啊你 带门 我告诉你啊陈哲 你手机在我手里 你要想拿走的话 赶紧把门给我打开 开门 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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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打电话了 开门开门 你喊了我爸打电话 我接电话去 就在这儿接 开门 赶紧把门给我打开 爸 我爸 思雨回来了 赶紧给我开门 我跟思雨在外面吃饭呢 开门 这小块钱 怎么回事 怎么有男的声音啊 你 你们是不是去小哲家了 没事儿 爸 我们都挺好的 我一直办 我跟你说不清楚 我先挂了 爸 我特别好 好 拜拜 陈哲 你不开门是吧 我明天就去你公司 接了你的丑恶行为 正好你老板也在这儿 他能替我做这儿 是吧 老板 对 随便结合 听见没有 实现了开门 开门 思雨 小龙虾 小龙虾 你不是想吃我爸炒的小龙虾吗 我爸炒小龙虾 靠着 你想辣的 别提酒 别吃了 好好吃 开门 开门 你毁了 正好啊 大家都在这儿 大家好好看看啊 记住这房间里的男人 把自己的正台名又被甩了 在外面找了嫂三 让人家足足等了他 二十年 二十年呀 对 一个女人的青春 全部都毁了 开门 你们还这儿 人家这儿忘记 我先发闯了 你先门了啊 小龙 你再不开门 我们就没法闯出来 你信不信 跟着 我瞧 瞧这儿 我太明天了 拿够了 找我门了 把门 找我门了 我可疼了 干嘛 我还没法门 我 我也要去 你没眼啊 什么意思啊 别去 我没有想来张宇 我也没有想打扰你 我没有想来张宇 今天晚上事情 其实很简单 思雨原本是想跟你谈的 就在电话里面谈的 没呀 你不用再解释 结果你把电话给他摔了 没有 你不用再解释 春泽 是我要来找你的 有什么话你跟我说 你与他俩带的路啊 都跟你说了 今天是思雨要过来 跟你谈话了 你老盯着林明雅 你敢问什么意思 老总 现在是下班时间 这是我家 你跑过来闹 你不觉得有失身份吗 就是我这身份就失了 怎么着啊 我跟你说 我今天就以林明雅 和好朋友的身份过来了 那我作为员工的身份 提醒你一下 你要是有这些功夫 你为什么不好好想想 那四场就这么闹 那就又不让你操心了 思雨 你有什么问题赶紧问他 我懒得听那混蛋的废话 我告诉你珍珍 你丢在楼下的手机 我帮你捡回来了 那么请你告诉我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你像丢一个手机一样 把林明雅给丢掉了 思雨 别说了 你说得着吗 这是我跟林明雅之间的私事 私事你听得懂吗 林明雅我跟你说清楚了没有 我跟你说清楚了没有 还没有 你跟我说清楚了 说清楚怎么了 说清楚你就有理了 你真是那么生气吗你 今晚不来你家 就那么生气吗 我告诉你珍珍 真是破片 我林明雅一辈子不想来 走了走了走了 别闹了回去 走什么走不走 走什么走不走 我告诉你珍珍 你别以为林明雅善良 你就可以随便欺负他 怎么前一天他在法国的时候 你还挨着他死去活来的 第二天你就要跟他分手了 你别告诉我 一天的功夫你就烦了 我就想知道真相 什么真相 什么叫真相啊 我今天爱他 我明天就可以不爱他 怎么着你谈过恋爱吧 你有公式你能算出来啊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啊 你别乱我生爱车 我告诉你 我怀疑你早就出轨了 而且你一脚踏两只车 直到林明雅回来之后 你就要出你的狐狸尾巴 你怀疑我 你怀疑我 你就能跑到我家里来闹什么 你有证据吗 证据呢 你要证据是吧 哥儿 我姓陈的说要证据 怎么办啊 能怎么办 找呗 好嘞 你找我警方 这是我 你让我开 叫我报警啊 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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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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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我要报警 你快点上 干嘛呢 快点上 干嘛呢 梅雅 我错了 你能脱离她的魔掌 简直就是老天爷眷顾你 好了 思雨 别生气了 陈哲 今天的事情 是我不对的 对不起啊 我跟你道歉 咱们商量一下 能不能别把这件事情闹大 大家毕竟是一个公司的 开头不见还得低头见闹 你就看在咱们都认识 那么多年了 算了吧 梅梅雅 你是不是脑袋可傻了 你给这种人道歉 是她先碰到你好不好啊 好了